对于喜爱听闽南语歌曲的朋友来说,对洪荣红一定不会陌生。 他是闽南语歌坛低音歌王洪一峰的长子,其闽南语歌曲快至人口, 曾响彻台湾的街头巷尾,是当地老少皆知的知名歌手,也是最具代表性的闽南语歌手。 洪荣红出身台湾音乐世家,唱的歌曲超过2000首,在80年代, 他的闽南语歌曲传唱在台湾的大街小巷,是那个时代的天王级人物。 59岁台语金曲歌王洪荣红出道44年,登过三次歌王宝座,在歌坛极具地位,受后背景仰。 怎料,一向好脾气的洪荣红,这次非做效果,真的在节目上标骂女星你不尊重人。 对此他事后也坦言,是真的抱气了,我当时有说,那我不录了。 洪荣红,从小在父亲宝岛歌王洪一峰熏陶下秀场表演, 从小歌手一路唱到成为歌厅的红牌, 踏进演艺圈夺下三次歌王宝座,甚至拿过两次金钟奖, 严金马都入围过,在演艺圈人人景仰。 怎料,一向好脾气的洪荣红,日前在实境综艺,花甲少年去旅行大动肝火, 甚至标骂张文琪你不尊重人,吓得张文琪不知该如何是好。 对此,他前段时间登上小S徐希蒂的节目, 小姐不惜地还原经过说, 我当时有说那我不录了,我休息一下。 红荣红进一步表示,因为太多事情累积下来才生气, 因为录像前一天太累,当天早上也没有读经, 妻子又唠叨,碎念,搞得情绪不好, 再加上录像前经纪人没有和制作单位沟通好。 由于红荣红本身有为时到逆流, 12月又要举办演唱会,要特别需要保护好嗓子, 所以不炸物,冰的,辣的食物都不能吃。 红荣红无奈说,结果制作单位准备的食物刚好都是这一类, 导致都不能吃。 红荣红透露,因为张文琪是小女孩, 又常上综艺节目,录像当天又叫我爸爸, 太多综艺效果,让她有点感觉没礼貌长辈不分, 长时间情绪累积下来。 当下她只喊我不路了,并到一旁休息冷静, 张文琪也有来关心,最后在经过沟通后, 也化解了此次误会。 台语金曲歌王红荣红日前才在节目中透露 与妻子张静云日常的甜蜜互动, 但她前段时间受访时却坦言在多年前, 妻子曾离家出走回到高雄娘家长达半年, 一度爆发婚姻危机。 根据媒体报道,因为红荣红和妻子的年纪差距较大, 加上两人从相识交往到结婚仅期, 八个月对于生活以及个性的磨合都还不够, 她坦言,我们的个性很像,都比较安静, 但个子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美角, 刚结婚时,妻子对她百般忍耐, 直到有一次她终于忍不住大爆发, 离开红荣红长达半年之久, 电话、讯息都不接不回。 红荣红被老婆这样的举动吓到, 立刻追回高雄, 但老婆拒绝开门见她, 连她送花都没有打动老婆, 身为基督教的红荣红只能不断祷告, 我那段时间就专心祷告, 这当中我感受到神会改变我们关系, 所以要我等,一直等,半年真的不容易。 后来是持续用浪漫鲜花公式, 在传讯息嘘寒问暖, 才成功挽救婚姻。 对于当时是否有过离婚的想法, 红荣红表示, 我绝对不会去提这个东西, 基督教有说过, 假如有争吵, 男人要先和好, 且不能吵隔夜价, 他也会在老婆脸色不太对劲的状况下, 先出门散布缓和双方的情绪, 再回家好好沟通。 如今夫妻之间的摩擦也越来越少。 红荣红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 他的父亲也是一位令人喜爱的歌手。 每当父亲提起红荣红时, 都是一脸欣慰和自豪。 红家一共有三兄弟, 他们当时都是台湾出名的音乐人, 而红荣红作为老大, 又是父亲36岁时才生的第一个孩子, 所以父亲对红荣红的期望值很高, 一直用心地栽培他, 也严格地要求他。 红荣红继承了副业, 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音乐人。 他演唱的闽南歌曲, 在80年代成为了爆款, 基本上每个人都会唱。 不过和他的歌曲相比, 他的情史更令人感兴趣。 都说自古才子多风流, 红荣红不到60岁, 却已有三段婚姻, 其间也不乏出轨小三等 让人大跌眼镜的丑闻。 红荣红第一段婚姻在1998年, 妻子是蒋秀美, 两人相识与教会。 不过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一年, 便已离婚收场。 在离婚后的一年后, 红荣红与陈诗雨迅速结婚。 陈诗雨原来是词曲创作人, 红荣红借工作的机会搭讪陈诗雨, 邀请她一起创作。 两人因此相识结婚。 为了红荣红, 陈诗雨放弃了一些工作, 成为了红荣红的私人助理。 因为陈诗雨的体质原因, 在2000年终于怀孕成功, 但孩子早产。 陈诗雨在生完孩子后, 隐退娱乐圈, 一家人移民加拿大。 而在陈诗雨怀孕期间, 红荣红也没有闲着, 2014年被报婚外请, 和贵妇小三徐畜荣同居。 陈诗雨做出了分居的决定, 那时红荣红完全没有经济收入, 就把房产给了陈诗雨和女儿。 因此, 如果有人想要找红荣红, 那就必须要到她的情妇那, 因为她没有妻身之所。 红荣红和妻子在加拿大协议分居后开始失联, 以债务不清的名义, 将妻子在加拿大的房子扣押, 后期还没有付生活费给妻子儿女。 陈诗雨只好带着三个孩子去到徐畜荣的住处找红荣红, 但却被红荣红拒之门外, 还打电话叫警察来赶走母子四人。 这件事情曝光后引起争论, 红荣红因此被贴上负心汉的标签。 时隔两年后, 红荣红在媒体面前卖惨称自己这两年来受负面信息所困扰, 患上抑郁症。 她还向妻子儿女道歉, 表示愿意弥补过错。 陈诗雨也透过有人回应早已原谅, 一切看缘分。 现在看来, 红荣红挑选道歉的时机很恰当, 这一道歉声明让人不得不怀疑是为了挽回声誉。 之后, 红荣红在台北开演唱会, 陈诗雨还带着孩子出席。 在这一年内, 红荣红发片, 演唱会宣传都不断提及前妻和孩子, 就当粉丝和媒体都觉得她浪子回头会与前妻复婚, 可是没想到的是, 她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三次婚姻, 是和小邓丽君张静云。 红荣红与张静云相差11岁, 2018年5月份两人还一起同台亮相。 在媒体面前的夫妻俩恩爱有加, 还甜蜜称即使有争执, 也会即使沟通, 绝不会生气到日落。 张静云和歌王红荣红结婚4年多, 素有小邓丽君之称的她, 透露和红荣红合唱台语歌时都非常的紧张, 还爆料老公执导很严格, 有时候麦克风拿太近说低音太多, 声音很浑浊, 拿太远说声音太尖, 唱歌时一字一音都要很注意, 张静云笑说, 她的眼睛如果看过来, 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唱了。 节目中红荣红与张静云 分享了夫妻两人的共同兴趣, 就是种菜和养鸡。 红荣红爆料老婆晚上都有摸鸡时间, 原来他们把鸡当宠物养, 鸡都把两人当成父母亲一样, 走到哪里都会跟着, 张静云很喜欢每天抱着宠物鸡来摸, 让红荣红吃味地笑说, 她都先摸一摸宠物鸡, 然后再来摸我, 让三位主持人听了哈哈大笑。 已经59岁的红荣红仍在不断地 为闽南语乐坛输入高质量的歌曲, 之前推出最新闽南语专辑《脚步漫漫》, 颇受市场欢迎, 然而之前台媒却爆出, 红荣红为了制作新专辑, 竟然因为过劳而突发急症。 据媒体报道称, 红荣红在制作专辑时由于长时间服按工作, 加上饮食不定, 竟爆发了急性痔疮。 红荣红老婆张静云透露, 当时红荣红身体血流不止, 但由于当时他们身处外地, 旧医多有不便, 当下为了得到有效的治疗, 红荣红决定紧急返回台湾。 红荣红就这样一路强忍不适回到了台湾, 在一下飞机之后就直奔医院急诊科安排手术。 这场突如其来的病痛让红荣红受尽折磨, 因此脾气也变得十分暴躁。 索性老婆一直都很有耐心地给予她无微不至的照顾, 让身体不适的红荣红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红荣红还透露了她当时生怕会就此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老婆, 在那一刻她紧握着老婆的手, 为她这段时间以来的暴躁而道歉。 如今红荣红感情稳定, 也一直活跃地歌坛, 希望未来她的身体一直健康, 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